嗯,怎么哭了? 他们跟我说,娘亲去掉城墙了,不要我了,以后小宝就是没有娘亲的孩子了。 我不是还活着吗? 可是娘亲受伤了,小宝现在还小,等以后长大了,一定要保护好娘亲。 真是个乖巧的孩子,可惜投错了胎。 娘亲,你快喝。 你不喝吗? 嗯,我不饿。 嗯,娘亲,我真的不饿,我已经吃过了。 百合肉粥一共就两碗,娘亲才受了伤,她要全部留给娘亲。 把粥喝了。 小宝不敢忤逆,乖巧懂事地低下了头。 放后,小宝在院外洗碗,楚月则将屋门关紧,盘膝坐在冰冷的地面。 这个时代,崇尚着凝神俱气以实力凤凰,唯有舞者方可出人头地。 与他毕生所学的鼓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成为舞者,必须要有丹田,舞根,二者缺一不可。 叶楚月,出生之时日月同天,龙凤长宁,视为祥瑞之掌。 正因如此,神武皇室才会急忙定下轩辕臣与他的婚约。 后来叶楚月展现出来的天赋,确实震惊四国。 神级舞根,高品丹田,乃是登之无愧的神武国第一天赛。 但好景不长,母亲镇北侯牺牲后,一夜之间,叶楚月的腹部丹田被人捣碎,舞根被活活挖走。 至今不知凶手是谁。 太糟糕了,如果神农界还在就好了。 神农界是他的鼓舞法宝,源自于上古神农室,拥有着治愈的能力。 是神农界? 楚月两眼一喜,泛起了光亮,当即探出一抹神石,进入神农界。 神农界不负所望,散发出道道乳白色的光,治愈着楚月身上的皮肉之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